可能每个人对自己的领域会特别的懂 那我自己因为做了就是20年 杀人女教育 98年就开始教课 所以我比较了解 在我们那个领域当时 这个供给是严重短缺的 没有那么多的外教 然后同时的话呢 外教在国外他们收入很低 那个挺水深火热的 所以他们很需要这方面这样的一份机会 那需求方同样的问题 找不到好的老师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可能 我们也每个人可以想一想 在我们的领域里面 是不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些 供给和需求的巨大的差异 而且呢 这个方式只能通过 这个所谓的平台来完成 而且一旦做到的话 用户的价值是十倍的提升 甚至是两边十倍的提升 那在这里边我们的思考 就是有两点吧 一个是我觉得未来的方向 有可能可以考虑是一个 全球化的这个方向 那第二个呢 是一个普惠化的这样一个方向 不仅仅是中国的这个市场 今天我觉得 我们一家中国的公司 同样可以做一件 全球的这个事情 今天上午这个总书 总书记也多次讲到 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英文讲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shared future 然后我们的这个主题 是shared economy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今天我们就做了一个 别人可能之前想象不到的事情 去连接全球的这个师资 那我觉得同样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中国的 巨大的这个市场需求下 去连接全球好的资源 或者把我们那些好的资源 去给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些用户 那在这里边呢 就是第二个事情就是普惠吧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 比如说我们不仅做这个 少人英语一对一 我们还有这个教育公益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通过这种共享的方式 让这个很多乡村学校的小朋友们 去年一百所 今年会是一千所 去有一个高质量的外教的这个教学 那所以这些事情 虽然是公益啊 但是我想在未来 也许会有一些这个商业的机会 很多学校来找我们说 那我们是这个北京最好的一个小学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 有这样一个外教的这个课堂在这里 那所以就是这些 我想都有可能是新的这些 商业的这个机会存在 有ели... 我们今天开始 感谢 INFriz 感谢 Χ 优优独 不是 美 人 常 �� 入